他这样的一个理念 你可以生活得非常有尊严 我们好像一家人这样住在一起 一起吃饭 一起看电视 我的儿子孙呢 每个人出钱呢 每个人出几百 每个月有几千块 今年来本地出现更多样的养老选择 部分年长者尝试退休辅助生活村 15年花费约75万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 一个月两千多元的共享居住模式 则是不错的选择 听说近几年新加坡出现了很多新颖的养老方式 这不禁会让我想到 如果有一天我退休养老的时候 什么样的养老方式更加适合我呢 又要存够多少积蓄才可以够我养老呢 今天我们就去看一下Uncle Home 看看他的养老选项吧 哈喽 Uncle Home 又见面了 你好 这是我们的伙伴 Uncle Tan 大爷欢迎 Madam Mio Auntie Mary 哈喽 Uncle Home 你们整个单位的空间很宽敞 对我们总共有三个房间 一年多来Uncle Home和室友以及两名外籍看护者 同住在位于蔡厕港的四房市单位内 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由看护者照顾 一年的费用在三万多元 这样的共享居住模式不仅得到儿女的支持 也让Uncle Home自己甚至满意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的理念 非常符合我的要求 第一点 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比如我能够独立行动 我要的话我可以出去跟我朋友一起吃顿饭 没有限制 第二 你的生活会比较有规律 比如一个礼拜五天 除了周末那个Caregiver轮流 Off day 其他五天 只要他们两个人在 我们每天早上都会下楼去Park 走动运动 大概四十五分钟 这一点也是别的所谓养老院那些比不了的 Caregiver跟住户的比例是一比二 没有一个养老院可以做到一比二的 所以你能够得到的照顾 跟及时的照顾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没有想说在家里面请一个女佣 那如果是那样子的话 可能费用是更加的实惠的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家里请女佣 有家里请女佣的问题 我们这么一群人可以互相监督 第二 公司也有人监督 比如我们这样的一个setup 他公司还有一个manager 管这些Caregiver 对他们提出要求 第三个好处就是有家庭的氛围 我们好像一家人这样住在一起 一起吃饭 一起看电视 午餐时间到了 看护者为大家烹煮了两菜一汤 还切好了水果 营养和口味都顾及到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哦 我不爱吃鱼 但是Madameu喜欢吃鱼 所以她有鱼肉 我没有鱼肉 但我爱吃辣 所以我有这个 印尼的食物 太辣了 这是由歌曲所需 所以他们要吃鱼肉 吃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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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东西 要做什么 要做更好的 所以 老师在 眼督 每天晚上 八点 每天晚上 二次 其他人 只要晚饭 每天 他们要做 健康 不仅是饮食 辛加尔和罗赛两人 也包揽生活琐事 包括绞杂费 预约看诊等 也根据不同长者的情况 提供帮助 提醒患帕金森症的 Uncle Ho 每三个小时服药 为患有清光炎的Uncle Tim 贴上胶带指引方向 两人除了周末休息一天外 每日轮流早晚班 照顾四名长者 这样的模式 与家中聘请女佣类似 不过良好的看护环境 由谁来维持呢 健康管理系统 就是会有一个健康管理系统 我们聘用退休人士 他们会过来 每个星期都会过来探访 就是同样一间房子 他们就会更了解 住在这房子的居民跟看护者 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 要怎样帮他们解决 每个月我们要健康管理系统 评估看护者的表现 看护者如果他拿到A B 他们会有比较多的奖励金 那如果当然他们拿到D跟E 就可能会有一些 我们会需要介入 那Core Coordinator 每个月也要来评估一下 居民的健康指数 如此看来 这样的生活起居很有保障 那像Uncle Ho这样生活 需要花费多少钱呢 住在双人间的组屋单位 每人每个月需支付 2900元 选择公寓单位 价格则会更高 若是以65岁退休为例 居住15年 一年需要3万多元 15年需要超过52万元 好处是一日三餐 生活琐事有人包办 不过得和另外一名 原本不认识的室友同住 外出社交活动则全看个人 拜访了Uncle Ho 让我了解到 在新加坡维持良好退休生活 所需的花费 下一站我来拜访Auntigo 他的退休花费更高 我来拜访Auntigo Aunt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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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刚才在做什么 我们在跳上直舞 你通常会多久来这边一次 一个星期来接 来这边做运动 学东西 学煮东西 做面包 做那个月饼 什么 什么都学 我听说等一下你们还有新的活动 我不知道什么活动 不知道什么活动 那可以期待一下 我很笨 我有点不会绑这个 是这样绑吗 你来你来第二个 卢切社交俱乐部 是圣布纳德生活辅助村的活动大本营 住在不同地点辅助村的年长者 每周都在这聚会 享用美食 参加娱乐社交活动 丰富他们的精神和社交生活 哈喽又见面了 午餐过后 我们也跟着Auntie Go一起回到她平日居住的 位于五级芝麻的生活辅助村 你给我介绍一下吗 你的房间都有什么 我的房间 有电池 有风扇 有冷气 冷气 哇这些是你的家庭的照片是吗 跟你的孩子的 对 这些家具呢 这些家具是 也是他们的吗 老板的 老板的 所以你们每个人是有一台电视机 然后也是有独立的洗手间 对 那这个床呢 它是可以升降的是不是 可以 住在这里的每个居民 都有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 房间有基本的家具配置 和独立洗手间 一日三餐也有辅助村订餐供应 居民也可以更换不同地点的辅助村生活 不过Auntie Go 还是最喜欢现在这里 我这边住实惯了 住了这么多年 现在还可以 不要再办 我听说也是跟你的孙女有关系 所以你住这边 她上班下班 经过这条大路 就过来进来看我 所以她买东西来给我吃 所以住在这边 对你来说比较便利了 那很方便 那你会推荐其他人来这边住吗 会 如果有好朋友 他很需要的 我会跟他讲来这边住 来这边住不错 现在这边的生活已经很好了 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进步的 食物是很不习惯的 那怎么办 真的很不习惯吃 买来吃 所以买给你 你跟他们讲啊 让他们买给你吃 他们帮我们买 像安提高这样的养老环境 既有社交生活 又有自己个人的居住空间 需要花费多少钱呢 要入住圣伯纳德生活辅助村 根据设施的新和旧来区分 居民每月需支付4200元到5800元 安提高入住的五级芝麻 每月收费4200元 一年需花费5万多元 若是以65岁退休为起点 居住15年 总费用超过75万元 入住这样的设施 确实有很好的生活起居 但数额却未必是大多数人负担得起的 制定这个费用是不是有一些考量 新加坡地产的价格是相当高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障碍 每一个辅助村最多有8位到10位的年长者在那边住 因为那个设备都要齐全 而且那些员工要有一些训练 这个生活辅助设施是私人先开始的 因为目前政府卫生部最注重的是养老院 所以这个生活辅助他们还在研究 看哪一个模型会最适合新加坡的 所以目前完全是没有津贴的 是不是好像如果你要至少缺失三项的那个基本功能 才可以有机会申请到每个人的生活 要进入公共养老院的话 最少要能缺少三样基本功能才可以进入 私人养老院是没有这个需要的 但是在养老院里如果我们帮他们太多的话 他们也是会很快地失去他们的基本功能 帮租 人工 培训都是成本 不同的私人业者还在摸索各种养老方式 而政府近几年也推出新的养老选项 我来到位于大巴窑的建屋局中心 参观第三批社区关爱组屋实体展 社区关爱组屋项目也是目前市面上可以选择的养老方式之一 第一批社区关爱组屋将在2024年底竣工 然后这个呢有个大地 然后这个呢有拿出 这个 这些组屋单位配有适合年长者居住的硬件设施 外部的共享空间便于与其他居民社交开展活动 社区关爱组屋特别的一点是 居民需强制购买基本配套 包含健康检查和24小时监控急救服务 确保居民健康安全 另外居民也可以选择其他配套服务 请庄人帮忙加证洗衣买饭等 若是以65岁退休为例 居住15年社区关爱组屋租金在4万元左右 加上基本配套共超过6万元 居民若选择餐食洗衣家政等可选服务 15年总费用共在20万元左右 单从价格上看 这个养老选项更可负担 居民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负担能力 选择这些服务 本地的养老选项还在不断增加和改进 每个方案都各有优劣 你会希望过上怎样的养老生活 又或者知道有哪些更好养老的地方 欢迎在留言区分享 夜亮 Bei Very Look 夜亮代表我的心 夜亮代表我的心 夜亮大代表我的心 夜亮代表我的心 好棒 謝謝 謝謝